大家好,我是清风乍起,就等你了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简单的咖喱羊肉盖饭的做法 一直以来总有粉丝喊我做饭 虽然我做的菜味道很好,但外观却不太好看 所以就没好意思给大家展示 但是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我的脸皮厚了 好了,话不多说,咱先去菜市场买材料 这就是上次没介绍的生肉区,都是猪肉和牛羊肉 买完菜再去买两根雪糕吃吃 毕竟夏天只有雪糕能和西瓜媲美 终于经过一番折腾后,食材准备完毕 有五毛钱的羊肉,不辣眼睛的洋葱,很时尚的土豆 比爱情还甜的胡萝卜 接下来要把它们都切成丁,全部千刀万剐,一个不留 看了没,这就是我的刀 传说中的青龙玄铁倚天屠龙刀 首先将胡萝卜织解,剁成不规则的小丁丁 刀工好的人可以切得均匀点 然后再解剖洋葱 洋葱能发动死前攻击,辣得我老累纵横 然后就是被扒了皮的土豆 感觉到震产了吗 感觉到我的功力了吗 没错,这就是我内力太浑厚的缘故 最后再将羊肉碎尸万段 我仿佛体会到了这只羊的不屈与倔强 切完再往它伤口上撒盐,腌一下 哎,我怎会变得如此冷酷 难道这就是一个男人成熟的必经之路吗 行了,不吹了,下面开始煸炒了 因为咖喱本身就有很多种调味料 所以可以不放任何调料 先将羊肉下油锅 油放的有点多,这样熟的比较快 接着开始煸炒洋葱 炒4.5产后放入超过水的胡萝卜和土豆 煸炒时间不要太长 太软就不好吃了 毕竟我喜欢吃鲜嫩的 然后锅中放些水 再放入适量的咖喱块 口中的可以多放 然后不停地搅拌它 直到它变成稍微细一点的糊状 最后将所有东西都倒进锅里 糊乱搅拌,韧性搅拌 释放你的甜性 手中的铲子似乎变成了一根嚼 呸呸呸呸呸 最后这咖喱羊肉就算做成了 将喷香的白米饭 根据自己肚子的大小装在盘子里 然后将咖喱羊肉倾泻而下 这样鲜香浓郁的咖喱羊肉盖饭就做好了 不用怀疑 味道绝对扎实 让人欲罢不能 不信你就来尝尝吧 好了,咖喱羊肉盖饭就介绍完了 我得赶紧去吃了 咕嘴白,下次见 有哦 咖喱羊肉盖饭 咖喱羊肉盖饭 咖喱羊肉盖饭